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往来 要追溯到一百六十年前的淘金热潮时期 当时成千上万怀揣着淘金梦的中国人 纷纷飘扬过海 来到澳大利亚寻找他们的财富 他们中间有许多成功的故事 很快澳大利亚成为了他们新的家园 今天澳大利亚再一次期盼着中国精神 这将造就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机遇 人生当中 这是一次能够体现生活价值 体验真正生活品味的投资 欢迎来到人间乐园 中澳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关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中国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同时在过去五年中 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最多的目的地 但不仅仅是我们从地下挖掘出的丰富的矿产资源 或者是在我们的农场种植 中澳大利亚和投资理财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是绝佳机会 欢迎来到松吕湾旅游区 这里有27公顷原始的海滨天堂 它距离凯恩斯国际机场仅仅20分钟的车程 同时紧邻被称为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奇观的大宝礁 和单粹热带雨林 这两个著名景点享有国际盛誉 它们均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澳大利亚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中国人拥有的度假开发区 坐落于具有热带风情的 北昆士兰州的黄金旅游区的中心位置 并且从2014年年初开始 香港亿万富翁冯永祥 将斥资251亿元人民币 创建阿奎斯大宝礁度假中心及赌场 而这里距离棕榈湾也仅有9公里远 这种大规模的充满雄心壮志的项目 将把凯恩斯地区打造成一个新澳门 吸引更多富裕的中国游客和投资者 到棕榈湾旅游度假区游玩和投资 棕榈湾度假村是一个完美的旅游和投资的圣地 它距离凯恩斯仅有20分钟的车程 棕榈湾拥有被评为该地区的最佳的海滩 同时它也是凯恩斯地区经济增长最快 并且发展速度最高的地区 它的各个景点都近在咫尺 很短的步行距离就可以到达 这也难怪很多澳大利亚本地人和海外游客 都拥向这个具有热带天堂称号的美丽角落 凭借着仅仅濒临海滨500米的绝好位置 政府的批准和认可 以及澳大利亚开放的签证政策 这项耗资21亿元人民币的开发项目 将会直接拓展更大的中国游客访澳的市场 同时推动棕榈湾的持续发展 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高档的旅游胜地 棕榈湾旅游区拥有 三座豪华度假酒店 650间客房 182套私人别墅 一个专有大型商业购物中心 一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一个健康养生中心 一个娱乐休闲区 在过去的25年来 棕榈湾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商 Red Cliff International 已经成为了昆士兰热带度假村的 领头建筑商之一 为当地市场带来了价值 数以几十亿的澳元项目 这其中就包括棕榈湾的 五处豪华的海滨开发项目 这项价值21亿人民币的项目 将在五年里 依次根据三个不同的阶段 分期完成 目的是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 并减少我们所面临的债务 现有价值40亿人民币的 棕榈湾旅游度假区的盈利 预测将高达400% 然而该项目的总贷款额度 以计划仅仅需要一亿澳元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 友好往来的关系 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紧密 不仅体现在项目投资 而且还包括旅游和文化交流 对于货币兑换方面而言 人民币和澳元现在可以直接交易 可以说是开辟了中澳货币交易 例子上的第一次 如今来往中澳之间的直飞航班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 随着越来越多直飞航班的开通 据估计到2020年 中国游客将主导澳大利亚的旅游市场 身处热带的北昆士兰州 位居新一轮中国淘金热潮的前列 赤资250亿元人民币的 阿奎斯大宝礁度假酒店及赌场 将以澳大利亚热带天堂的美誉和优势 成为一个新澳门 中里湾旅游度假区 坐落在这个新澳门的中心 一个美丽、豪华、具有原生态 环保风格的度假圣地 它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之一 享受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体验人间乐园的惬意 抓住机会、投资从现在开始 就在中国旅客旅游的热潮时期 确保属于您的利润 因为它源于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方友谊之情 新金山就在这里 在充满热带风情的北昆士兰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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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